主委很想問一下說 黨中央這邊就是權貸會那天是有邀請韓國瑜 那韓國瑜有沒有回覆說他到底不回來了 因為現在眾多分 邀請等於等於等於 那個因為韓市長他是我們的中評委 所以我們其實在6月份的時候就已經有寄送這個邀請了 那寄送到這個聯絡的方式也是韓市長他們這邊之前提供的 所以我們有確定確認寄送這個邀請到韓市長的聯絡的地點地址這樣子 那後續的話韓市長會不會到場可能還是要尊重韓市長的意願 但是我們也非常期待韓市長能夠在7月23號的時候 跟我們一起展現團結一新的這個決心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侯友宜这个展现诚意的时间慢了一点 所以我常常跟他讲 我有line跟他讲说 你要选举的人是最谁 手中有票是最大 你要真的要腰杆 要 不然比较软的 身大比较软的 要遗尊救教去请益 那我一直强调说 我们王院长是一个非常具有调和顶来的力量 所以他跟郭还是跟韩都有相当的交情 所以我也一直跟侯友宜近言说 要多找时间去请益 王院长 因为其实前几天侯友宜 终于在活动上面来跟台国人说 那真不好意思啊 但是真的要被大家解读说 好像诚意不足 你觉得这样 我感觉我们台湾人真不好意思 都是很不好意思啊 那已经 我相信这样诚意是够的啦 所以我想大家不必见缝插针 说哎呀难道要报的吗 所以我觉得随时随地啊 表现他的诚意 表现他的过去的歉意啊 常常看在家的啦 总会让人家有诚意 无信以高就会感动人了 那你觉得再来要怎么样去 就是侯是不是要怎么样再多跟 去跟韩来拜会主动的 这个吼 这个当然要啦 自己要亲自嘛 对不对 会你生意高 当然会感动啦 所以我想大家 郭也好 韩也好 最终一定大家会齐心为国民党 来结合非力联盟来下架民进党 我想我很有信心 只是现在这些杂音赶快把它消除掉 你会不会尝试的邀他们三个人一起做这样一起 会努力 会努力 我试过了很多次啊 你说三个人一起就对了 我想王院长有这个能力 我来帮忙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关于就是侯友宜跟这个韩国瑜道歉 因为他从第一次到现在好像都是 就是都是有讲他帮忙不够 然后到后面可能派一席 那现在又说他没有 甚至就是在 呃 说当天他没有移椅子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您认为说是不是说其实这 这整个阶段来看来 其实他的道歉诚意其实不够 我想第一个就是如果侯友宜都要纠缠在 有没有道歉或者是有没有移椅子这样的议题 对侯友宜不利 我想这个韩国瑜先生他都说爱与包容啊 这是他一贯的态度 那也就表示他其实没有那么在意 那如果真的能够要促成所谓就是侯友宜 他希望能够让韩国瑜的支持者能够全力来支持他 我想最关键的是你要诚心诚意的 让韩国瑜能够跟你好好的见一次面 而且呢不是那种大堆头的 不是大家就是在台上讲完话 各自解散这种 你要有一个比如说专程的拜会 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互动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去营造这个气氛 而不是去怪罪说我约他他都不来 然后或者说我要邀他他都不成功 什么等等的 你该做的就是把这个一个一个 能够见到的人把握住 是不选的人要被求 而不是要选举的人要去被求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应该要去思考一下 他这一段时间 从5月17号到现在快两个月的时间 他到底有没有做到 这个基本的做人的道理 因为像现在这样子他一下属说 就是韩国瑜好像他 以为他几次 然后又讲说他没有移植 是不是有点变相在情乐退绑的感觉 对这个我觉得侯友宜市长有时候 他讲话的艺术 确实很容易让外界解读成说 是韩国瑜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那这样的其实也许这个在公务机关待久了 就会常常有这种就是很容易把责任 推给别人这样的一个模式 但是这个对长远来看在政治的沟通上面 都是一个不良的沟通 所以我觉得侯市长就开诚布公 比如说如果今天谢龙介他都说 侯市长有私下跟这个韩国瑜先生有道歉 那为什么在公开的受访 你又没有把他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可惜 对于侯市长来讲 他是在跟时间赛跑 毕竟已经被征召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他的民调一直是落后 那对于很多蓝军支持者来讲 他的这个声势不好 那对整个国民党都会产生信心的危机 我想侯市长如果他真的觉得自己有必要改变的话 得要先从党内的整合开始 您怎么看说郭台铭的最新的一篇文 他用这个三国演义的离间接来讽刺 这个跟黄建廷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正常 其实我觉得黄建廷秘书长他这个时间点 再去讲什么Plan A Plan B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奇怪 这个时机点有点奇怪 那毕竟第一个郭台铭先生他并没有要宣布参选 还没有 那第二个就是郭台铭先生他这篇文章 其实他也讲了一个就是在野的整合 或者说在野的团结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那他也强调他是关心中华民国跟国民党的未来 我觉得当如果今天国民党是要把郭台铭往外推的话 那我想郭台铭先生可能这篇文章某种程度就在警告 国民党如果你对我不仁 就不要怪我对你不义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味 那所以我会呼 我会觉得说国民党跟郭台铭先生原本 比如说在五月中旬以前都还是彼此 是有这样的比如说有个征召活动的一个默契 那为什么到现在会变成好像是这个最遥远的距离一样 那我想这个是当时就是说 党内的高层们是不是应该要思考到底是哪边出了问题 他请问最近柯文哲经常的失言用评不到 会造主他选择的面前 柯文哲他自己都说过他有一个毛病叫做共高我慢 也就是他傲慢 其实就是傲慢 这是法谷山的国东法师曾经对他开示 他自己知道有这个缺点 那他的失言不是新闻 但是失了言怎么处理才是决定说 柯文哲他的这个态度到底他有没有成长的一个关键 那以这一次比如说北流的这个事情 能不能租借场地是一回事 但是你有没有必要用太监这样的词汇去形容 基层的公务员或者说是相关主事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身为要竞选总统的候选人 你要展现你的高度的话 你要针对你的失言优先道歉 而不是躲起来交给发言人交给其他你的这个党内的公职去道歉 要亲自道歉 我觉得失言就道歉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如果今天你用这样的态度 就是讲了话 然后又不认 然后又不道歉的话 我觉得对于希娜 就是说对于希娜所谓的中间选民 或者是原本对柯文哲 并没有那么死忠的支持者来讲 可能会影响到他在这段选举当中 一路攀升的支持度